各位冬奥的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2022基础集训的审计课堂 第14个专题是审计沟通 它包括两个内容 第一个就是右手与智力层的沟通 第二个首次承接时 我们作为后任与前任沟通 或者简单的说叫前后任沟通 那这两个沟通彼此没有关联 所以大家要各界各位 在与智力层沟通的时候 这一节的内容有五个考点 大家要四末以待 一定要抓考点 那么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核心 沟通事项与形式 事项有六个 形式有两种 什么事项决定它应该采用什么形式 沟通如果不充分呢 它可能会是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考虑我的审计的结论 对还有呢 我们勾美沟通是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还要有底稿来 举证道治 举证道治大家听懂呢 举证道治来证明我是进行的沟通的 这个就是底稿记录的要求 它非常特殊 我们会在第五个考点要强调给大家 那第二节内容呢 有点超过各位的同学的想象啊 我在这里还是要非常的认真的反复的提醒各位 那超过你的想象的是什么呢 前任后任 他有哪些情形的判断 从过往考试的情况 纠纷非常严重 得分情况真不好 所以我们说 哪些情形属于前任 哪些不属于前任 哪些属于后任 哪些不属于后任 一定要在这个第二节当中 要把它锁定断 那么除了前任后任的定义以外呢 沟通分两个环节 接受委托前和接受委托后 其实呢 你把关键值掌握了 他理解上难度小 难度最大的就是判断 哪些属于前任或不属于前任 哪些属于后任或不属于后任 这个真的难 得分的角度来看很难 你不考试 你做错了很容易 我说得分难 下面呢 我们就各就各位 第一节的内容就是 右手与左手自立神沟通 他有一个前台词的 他有个什么前台词呢 就是我们ABC事务所接了一个单 为什么接了一个单呢 因为有假公司下单 那我ABC事务所按照审计准的要求 我承接了 2021年度假公司 上市公司假公司才外卖审计 好 大家注意 我们考试的背景就是上市公司 那么作为上市公司呢 你要建立完整的或者良好的自立结构 所以你的自立层要建立管理层 好 我们呢 从外部来监督 这个假公司财务报表的 所以我们应当与自立层沟通 目的就是围绕这个财务报表的问题 对 好 那么我们作为诉所 承接了这个业务 委派 委派我诉所的资源 承接业务的问题是21章第一节 21章的问题是在2021年的教材 是大改特改 因为背后的准则颠覆式的修改了 那么我委派资源A住的会计师 作为项目活活人 负责了这个假公司2021年的财务报表 生计 那么这个活活人 你就要与背省地单位假公司 治理层沟通 有的还与管理层沟通 对 那么大家注意 它是有一个情景的 因为首先假公司 老师给大家讲 以上是公司为例 那你沟通的事项呢 就是有六个 形式呢 有两种 好 这就是非常明确 好 这个沟通的要求 这个情景呢 我们在青春过关一啊 有一个图 基手班老师也跟你 讲过这个图啊 我现在把这个图再一次拿出来 那么我住的会计师 与治理层沟通 为什么沟通 大家注意 首先治理层和住的会计师之间 它有共同的 共同的需求的 为什么你 为你拼请我 我呢 接受你的这个拼请 去审计管理层边的报表 大家注意 而治理层呢 它是要监督管理层的 好 治理层还要考虑管理层 有没有凌驾制度之上 对不对 有没有对这个管理边的报表 这个边报表的呢 具体是财务部门 你有没有过度的干预 对 所以它有任免管理层 监督管理层 那么管理层要向治理层沟通 治理层要给他沟通 好 那么还有呢这个报表 我们右手要 比如说ABC事务所 我负责这个委派的这个资源 是A住的会计师 他对这个报表的形成结论 发表一件处的报告 事务所盖章 这个活活人签字盖章 那么这个A住的会计师 对此时此刻的 这个项目的总体质量负责 体现在哪 亲自盖章 所以我们作为治理层呢 要监督和批准这个报表 对的 好 这就是治理层和管理层 之间的一个关系 还有围绕的落地的 就是这个报表 而住的会计师呢 接受委托以后呢 是审计这个报表 对报表形成结论 发表一件处决报告 形成什么结论呢 是否不存在重大质暴 对 所以这个图呢 非常的直观 告诉我们 这个沟通的必要性 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关系 对 好 那么接着呢 沟通什么呢 审计准则做了非常明确的要求 所以这个图是一定要背的 这个图本身就是多选题 或者单选题 这个题呢 不止一个 起码有三个出题方式 其最少有三种出题方式 就这个图 对 为什么有三个出题方式呢 第一个 与治理层沟通哪些事项 对 好 这就是多选题 好 与治理层沟通哪些事项 需要与书面型的沟通 可以考单选 可以考多选 对吧 还有呢 哎 我与治理层沟通的事项当中 有的问题是要展开的 我涂了红色的就是 要抓考点 要展开的 对 好 那么这个图背后呢 我们看一下 考试的时候 好像文字很多 其实我们把这个考点锁定啊 它的形 它的事项决定形式 事项是what 什么事项 六个 一二三四五六 全部要背 形式呢 两种 形式就是说怎么沟通 方式 形式就是号 怎么沟通 书面和口头 书面的呢 只有两种 这两种呢 不会展开考 就是值得关注的内部工作学院和独立性 想爷爷送分 想爷爷送分 那爷爷送分给你了 爸爸送分给你了 你能不能拿到呢 就是这个图啊 好 比如说2021年 我应当与书面形式 与自立生沟通 或者多选题 下列哪些 可以 不与书面形式沟通 你考单选 就可以考多选 那么应当与书面形式的 有两种 没有 没有其他的 对吧 各位同学 那么这个题 看看 2022年 围绕这个图 会不会考 还会考的 中枢学爷爷爷 还会送分给你 对不对 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我们在这个班次里面 不去抓高点 就是爸爸或爷爷送分给你 你还是丢分 或者你花N多的时间 才拿到这个分数 也是亏的 对 好 我们的眼睛 要非常的清楚 只有两种 第一种 值得关注的内部公司缺陷 第二种 独立性 因为我们心里有这个图啊 所以我们就去找 值得关注的内部公司缺陷 应当与书面 不是可以书面 应当与书面 我应当的只有两种 好 那么这个A就是的 这个BCD 在考场上不看 我看都不看 因为我只是去找 这个很明确的答案 对 好 当然你 你现在没有考试 你把BCD就看一下 好 然后接着 2020年夜考了 我应当采用书面的 就两种 一种是值得关注的 内部公司缺陷 一种是独立性 那么ABCD 我就去扫描 独立性 那么这个 A比和D 看都不看 没时间看 因为是爷爷要送分 对吧 是的 好 比如说第三题 第三题是2017年 应当以书面形式 与自立者控制 不是独立性 就是值得关注的内部公司缺陷 好 值得关注的内部公司缺陷 那就是D 这三个呢 看都不看 对 所以我们得 一定要像举机手一样的 把考点锁定 是的 好 接着 老师刚才讲了 其中有两个要展开 请注意 计划的神经范围和时间安排 实际上我沟通的 是它的总体情况 言外之意 不是具体情况 这个考点 是一定要抓的 第一个应当与自立层沟通 不是可以沟通 是应当沟通 它就要考的 因为这管理很明确 要求很明确 沟通什么呢 计划的范围和时间安排 沟通具体情况 还是总体情况呢 不能沟通具体 只能沟通什么 总体 为什么不能沟通具体呢 因为沟通具体 管理层 我是右手 他是左手 我这个左手是上市公司 他每年都要接受 事务所神经 是不是你ABC事务所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每年要接受神经 有一句话 说得好 久病成良医 久病成良医 大家知道 这个被神经单位 加工时 他可是老千俱华 这个江湖的高手了 因为你ABC事务所 首次审计他 或者你ABC事务所 常年审计他 他是可 可是被很多事务所 审计过的 对 所以大家注意 也就是说 我不能给他沟通具体情况 因为这样会降低 我审计的可预见性 我要增强审计的 不可预见性 对 大家注意 这里就有一个总体和具体 要非常清楚 沟通 这个计划的审计范围 和时间安排 大家再想 那我计划的范围和时间安排 这个是学语文 是准则的话 真的是学语文 这个时间安排是啥意思呢 请注意 请听 它是这样的 你来听一下 比如说 我们是应当了解内部控制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就知道了 这个时间安排 好像不是你看到的文字的意思 我跟你解释 为什么不是你看到的 对 比如说 我了解内控 预期有效 我用OK表示 那我是应当做控制测试的 这个大家都没问题 对不对 好 然后我做控制测试去干嘛呀 或许充分实当的证据 表明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如果是真的 那我按原计划 去做实质性程序 范围我可以少 如果不是的呢 不是像你预期的那么有效呢 请注意我的时间安排 就要调整了 那我的实质性程序怎么了 我就要在期末和接近期末 有的在期末以后啊 我的时间安排呀 我这安排要调整了 对 我的范围要增加呀 我的方法要改呀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计划的审计范围和时间安排 审计范围呢 审计范围就有大小 是不是 但是这个范围就有大小 安排呢 不是我们说怎么 在某一个点 可能我 我的程序不是一个程序啊 我的程序是一个流程啊 对吧 我 我可能在期中做了控制测试 我发现控制运行无效 比如说 我在11月1号截止到 做了这个控制测试 如果我在期中去做控制测试 发现这个控制被串通或被淋架 这个控制是无效的 那我这个生育期间是不做控制测试了 我如果说 期中做了控制测试有效 我就将这个有 内控的有效 我要延伸到期末 但是如果无效 我不延伸了 我的时间安排又调整了 所以大家不要简单的看 这几个汉字中文 要知道它的含义 是这个过程多 好 那么还有呢 如果我识别出的特别风险 大家注意 特别风险就是重大触破风险 要特别考虑的 特别风险 首先是财务报备的重大触破风险 它要特别考虑的 这个特别风险又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说 要把它落低呀 在我们这个班次 我还不落低 就没机会了 对不对 必须落低 三种 哪三种呢 第一个 舞弊风险 第二个呢 管理层凌驾在内部控制制度之上的风险 第三个呢 超出正常重大的管理方交易 就这三种是明确的 我因为对这三种 比如说舞弊的 管理层凌驾的 超出正常重大的管理方交易 我要做程序啊 我要做程序 我不能偷偷摸摸的晚上去做啊 我做程序 最终还是要查贝斯尼单位的报表 它是要配合我的 所以我不能说不告诉它 对不对 所以大家注意 第一句话就要考这个观点 感觉你把这个识别的特别风险识别住的 去与治理层沟通 好像降低了审计程序的部分 因为你最终要应对它 你不能 你不能怎么样 偷偷摸摸的去做 你做不了啊 它要配合你的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要注意 感觉是不应该 不应该沟通 其实是应当沟通 对 好 接着 在这个问题当中还要注意 那我沟通沟通 我是沟通总体情况 我不能把细节告诉他 所以我不能把具体的程序告诉他 知道吧 我但如果总体的情况 我都要沟通 这些特别风险 我还要应对 还要采取常规的程序 之外的程序 我要跟他沟通 包括我们说 股币 收入的股币 应收账款 韩证没有收回 积极的没收回 我还要做延伸检查呀 我要到这个被审计单位的客户那里去 前往这个客户所在地点 我还要做审计准则之外的程序 对 好 这个总体要求就是有考点 有点难 大家一定要走行 要理解 接下来 计划的审计范围和时间安排 我不能沟通具体情况 我要沟通的是总体情况 包括识别的特别风险 但是具体情况 我不能告诉他 我要增加审计成绩的部分 有点兴 好 这是一个要求 对不对 要求说清楚了 明白了 那沟通什么呢 所以这个事项呢 请注意 可能沟通的事项 因为我被审计单位 ABC事务所审计被审计单位 情况不一样 我们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不相同 我不能一到一 你必须要沟通这几个事项 我们说可能包括什么 这是一定要背的 一定要背的 第一个特别风险 刚才讲了 我你如何应对 刚才讲了 你如何应对 操作正常的重大的管理方交易 我要求他给我 他有合同协议 我要检查他的合同协议的 对 好 还要检查他的交易 有没有合理的商业理由 还有检查你这个重大的 操作正常的重大的管理方交易 是有三种一大的特批的 那么你的会议记要我要看 所以这个背成绩单位 我要不给他沟通 我怎么操作呢 对吧 所以大家注意 因为特别风险 必须要知道这三种 三种 我们不能只看这个文字 如何 你如何应对特别风险 特别风险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不知道沟通啥呀 对吧 特别风险就是很明确的 舞弊 还有管理人凌驾 以及操作正常重大的管理方交易 我们的程序就不是常会程序 我们的程序就要求 背成绩单位给我提供什么 配合什么 具体的问题 我要他配合 我才能应对 你如何应对 以及重大什么风险 较高的领域 这个一定要背 一定要背 你为了考试 你一定要背 这个 好 第二呢 对内部控制采取的方案 这是啥意思呢 因为我是要了解内控 哪怕是特别风险 如果我了解预计有效 我是要做测试的 但是呢 这个测试还有的是什么 注意 有人工 还有自动化 这个自动化 也叫信息技术控制 也就是说 人工的 我们是看得见的 是线下 自动化的 我们说线上 所以 2022年 你看 2022年 很特别 知道吧 很特别 特别在哪里呢 你比如说 你曾经 审计隔离电器 和2022年 你去审计隔离电器 你就加了内容 加了内容 不是了解内控 测试内控 你还要知道 他的这个经营模式变了 他有新的经营模式 所以我还有 需要有IT专家 去了解他这个 你隔离电器 你懂大姐 你自己在签端 直播带货 你说 郁明洪老师 郁老板 他的这个 东方真贤 你那个带货 就不用我来说了 对不对 所以 他的内部控制 采取的方案当中 还要分 是线上还是线下 线下是传统的 线上 跟线下不一样 对 我需要的 这个 人员 我要利用IT专家了 对吧 所以2022年 我们多一个新年 有句话说得好 什么呢 防人自信不可无 打引号 打引号 我要防着 种这些爷爷 怎么出题 对吧 好 中药性的概念 就是那个杯子 我要给他沟通 沟通什么呢 这个重大的 如果存在 你不跟正 我就非无 如果说 我查出来了 多少 你要跟正 因为超过了明显 微小错过了凌介值 那这个范围 我实际执行的 我该查 什么 哪些范围 这个我是有 我是有要求的 我们的神经生都 这是 不是 不是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超过多少的 我要查 而是这个概念 就是那个杯子 杯子有 A B C D 对 好 第三个 第四个 刚才讲了 这个 线上直播 我对你这个信息系统 你的信息系统 一般控制 应用控制 你这个数据的完整性 安全性 准确性 对吧 我要专家的工作 当然除了什么 线上直播以外 比如说 被审计单位的 特定的资产 包括存活 包括减值 我可能也要利用 专家的工作 这就是跟我的 审计的时间安排 和范围有关 对 第五个 第五个 对有些事项 我最终要合理保证 行程结论发表 一件出处报告 我要做程序 做什么程序呢 我要特别关注 或者我重点关注 是什么呢 比如说 它没有穷局 它是劣局 比如说 重点关注什么 关键审计事项 对高风险 高建额 高判断 我要做N多的程序 然后呢 如果是OK的 给你我的判断 我要把它写到审计报告 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我重点关注过了 这就是跟我的范围和时间安排 有影响的 还有第六个 第六个呢 有点特殊 那你这个单一报表 这个披露内容 其实我也是要跟你沟通的 大家知道单一报表 有这个词 怎么应对 我怎么采取应对 有印象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选择题 2022年一定要备 好 还有可能讨论的 讨论什么呢 计划方面的 计划的整体范围和时间安排 总体情况的其他 其他是啥意思啊 我有时候要审计管理层的报表 比如说 我们在十五章第一节 因为我们 要了解内控 我要评价内部控制 值不值得 能 是否能够利用 所以我可能要利用内部审计工作 对吧 这是我们十五章第一节 支里层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相关问题的看法 这个问题包括意见分歧 比如说什么问题 意见分歧 意见分歧是指什么呢 不是人人观价值观 是重大会计整理问题 对吧 或者是 有一些行业的一些问题 我们有分歧 这个我要跟你沟通 好 还有呢 支里层对内部控制 舞弊的态度 对吧 还有呢 支里层应对 会计准则等 问题等问题围绕报表的 还有第五个 支里层对以前沟通做出的反应 对吧 我跟你沟通过了 你没改 我今年继续沟通 懂了吗 好 但是沟通呢 我与支里层沟通 这是我应当去做的 前面都有应当啊 应当的要求 但是沟通是我整个计划工作的 所以计划的问题 独自承担计划的责任 那是我们的责任 不能说我跟你沟通了 我右手就没有责任 我们右手审计做手 我承担对报表审计的责任 你承担对报表的责任 对 好 在我们沟通的六个问题当中的 第三个 大家注意 这个问题也是要咬牙切齿 咬文脚织 要狠心掌握 是不是 要使劲应背 因为他要靠选择题 因为我们第四个专题 就是靠单选度选 但是与治理责任中 还在综合的资料五里考 资料五就相当于小简单 对 我在审计中发现了重大问题 何为重大问题 这个图要背 你不能说我不知道 我们一定要实干新邦 不能空谈物国 我在审计当中什么是重大问题 不由你我说 由这个图说 由这个图背后的准则说 所以第一个问题 会计实务重大方面质量的看法 大家记两个字 比如说会计造假 财务造假 假账 假账中国大妈都听得懂 这个内容大家知道 会计实务重大方面的质量的看法 质量 注册快递是审计管理层的报表 质量的看法是什么看法 重大快递问题 是不是 重大快递问题 包括分歧 包括你这个不符合快递准则 对吧 这五分之一背下来 因为这个图本身可以考多学 还要展开重大困难 重大困难待会还展开 它有六加一个困难 展开又有考点 第三个重大事项 什么叫重大事项 重大事项 我们在第六个专题 审计工作地稿当中 第六章 第六章第二节讲过 重大事项 特别风险的 应对程序的 第四个 这个形式和内容 这就是我们在 2018年的审计准则 在审计报告 系列准则当中 就是说我的审计报告 除了行政结论发表意见以外 我还有一些问题要写的报告 包括什么 关键审计事项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事项 我后面好像有一个总结给大家 这个地方 老师给大家一个总结 影响审计报告的内容和形式 大家注意 内容和形式 审计报告是19章 形式内容 内容形式的是什么呢 这个在19章也是要考的 19章也是要考的 这是必须掌握的 什么事项 我要写的审计报告呢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事项 它不影响意见内心 我要在审计报告里写 这个部分 等于说就影响我的内容和形式了 关键审计事项 不影响审计报告的意见内心 我要在审计报告里写 增加了我的内容和形式 非我保留意见 那肯定是重大事项 我对你这个报表不满意 我可能是保留或否定 或者保留或无法表示意见 那肯定是重大事项 那影响我的报告的内容和形式 对不对 哎 导致形成保留意见的事项 多了一个部分吧 对 还有强调事项 其他事项 那么大家注意 回到这个图 我说要背 你不要不信 不服 不相信 我觉得不会 你觉得不会 宗主学爷爷爷要出题 对不对 好 开玩笑 好 开玩笑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监督 财务报告过程 所有其他事项 下面 做一个练习题 题目的体干是这样说的 应当与智力层沟通 应当与智力层沟通什么呀 所以这个题干 所以这个题干 你老人家 今天 你看到老师跟你讲这个题干 你一定要多看啊 这是要命的题 要命的 这是要命的 我的天 有的同学 看到这种题都没感觉 这是要命的呀 你没感觉啊 这种题一旦在考场上 你打开 应当与智力层沟通的有 他不是可以啊 是应当沟通 这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来看 ABCD 发现的 可能导致财务报表 重大臭暴的 员工舞弊行为是什么行为 舞弊行为是什么行为 是特别风险 舞弊风险是特别风险 那要不要沟通 要的 这个就是特别风险 A和B 就是我应当沟通 计划的神经范围 和时间安排 包括特别风险 舞弊就是特别风险 对吧 好 那么对会计 振扎会计估计 和财务报表披露 重大质量的看法 那就是刚才的五分之一 你说沟不沟通 那属于重大问题呀 质量的看法 什么看法 假账 对吧 好 这个要不要沟通 要啊 这个选项谁是啥 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 发现的重大问题 派记造假 财务造假呀 康什么美 康什么新 财务报表造假呀 可能是货币资金造假呀 可能是收入造假呀 重大方面质量的看法 所以我们要把它 要落地呀 要看得懂 它在说什么 对吧 好 选项定 管理层以更正的重大审计调整 以更正的就不需要沟通了 就不必再沟通了 所以应当沟通的是ABC 我发现的重大问题 刚才讲了五个 是不是 好 员工舞弊 管理层舞弊 是舞弊风险 是特别风险 应当沟通 这个观点都是明确的 好 老师讲了 五个属于重大问题 但是从考试的角度 这个要考 从考试的角度 这两个打开 有题目 有题目 好 接着来看 那么什么重大困难呢 提出问题 我与治理人沟通 重大困难 还有沟通 审计报告的 形式和内容的 情形有哪些呢 你肯定要 把它作为考点 把它抓住 对不对 抓考点 我们这个班次 就是抓考点 对吧 好 那么 抓考点 你想办法 那么重大困难 可能包括什么 右手 审计左手 跟这两只手有关 比如说 他不提供 不提供 他不是说 要认可 并理解 他的责任吗 他不是要 编包表 搞内控 提供 必要的工作条件吗 好 不提供 不配合 第二个 他要我缩短时间 好 那我 没办法 合理保证 我证据不充分 他 我需要获取的证据 超过了 预期的难度 我无法获取 预期的信息 管理审 对我的审 住的管理室 限制 比如说 我要寒证 他要求我不 举例 还有 他不愿意 比如说 我们17.3 在记者班老师讲过 我审计 我住的管理室 要评估 被审计单位 着手 他的持续经营 假设合不合理 持续经营 假设合不合理 是指未来12个月 但是他只说 未来6个月 我们至少要他 评估未来12个月 他不评估 或者是不 不满足12个月 这就是重大困难 我要给他沟通 我要与智利诚沟通 我审计当中 遇到了重大困难 因为 因为你不评估 你应当评估 12个月 你不评估 我要评估 对不对 我们住的管理室要评估 不管他管理室不评估 我们住的管理室也要评估 再说我们 快递准则要求他评估 对吧 还有某些情况下 困难 我们审计当中 遇到了重大困难 可能对我的审计范围 受到限制 导致我非无 非无保留 对 这就是某些 审计困难构成的 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会导致我非无保留 所以老师在这里 给大家讲 六个困难 一个考虑 好 你抓考点 应付选择题 这就是你在这个班子 你要告诉自己的 好 那么影响是你报告 行事和内容的情形 你要背 第一个 非无的 那肯定影响啊 非无的就不是无保留 那么就要导致形成 保留的 导致形成否定的 导致形成 无法表示一见的 那你要加一段 要说事啊 你不说 不说证据啊 你要说事啊 你要说证据啊 你要说 有的叫事 有的叫事 对吧 好 持续经营的 这个在17.30里有 持续经营 有疑虑 有应对 合理 他披露了 我要写的报告 作为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要不确定事项 对 关键审理事项 还有呢 强调事项 其他事项 好 在 这些情况下呢 我有必要向 治理层提供 这个审计报告 如果沟通不充分 沟通不充分 就证明我的审计 证据不充分 实当 我就不能够 合理保证 无保留啊 我就要非无啊 我征询 法律专家的意见 或者向第三方报告 我可能不出报告啊 对吧 好 这就是我的措施 四点 他可能考 多选题 或者 在综合题 资料 四 他可能涉及 好 比如说 老师跟你 编译个题 沟通不充分 我怎么办 没有你在考场上 抠脑袋啊 不是的 是你现在就要搞定 好 我就找 第一个 非无 第二个 征询 法律 专家的意见 第三个 向第三方沟通 第四个 解除 因为你一定 把它锁定了 你像举几手 举几手 你跟宗主席爷爷 在玩 在玩 Tom and Jerry 对不对 你在玩 Tom和 Jerry的游戏 对 好 这个解析的内容 大家也要看一下 再去盯一下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我与自己人 沟通六个事项 有书面 有口头 书面的 注意了 我就要拿副本 做一题 因为 我应当沟通 那怎么能 真与你沟通呢 拿低稿 低稿是救命的到场 对吧 如果是口头的呢 请注意了 也要形成低稿 记录 时间和对象 那才构成证据 好 如果说口头 还有一种 因为我与 治理生沟通 重大问题 而且是在 审计的过程当中 重大问题当中 我可能有 重大的会计 审计问题 纠纷 我可能要 给他见面 给他参与讨论 那么这里有一个 我可能 我可能 有一个会议纪要 但是他记录的内容呢 没有反应 实际讨论的真实情况 跟实际情况相差很大 而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记录 那怎么搞 我们 左手有一个 就比如说 就重大的会计审计问题 讨论的 他做了一个会议纪要 和我们跟他讨论 我们做的会议纪要 记录相差很大 那我就要把这两份放在一起 同时还做一个补充 提示二者的差别 哎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因为我们审计准则是要求我们沟通 如果我没沟通过就是过失 对 好 还有呢 环境 根据业务环境 不容易识别出 适当的沟通人员 我应当还要记录 识别当中 是怎么识别的 就是我跟哪些人沟通 好 比如说 我在底稿当中怎么记录呢 请看题 我要记录一致的人沟通的 重大思想 下面ABCD 比如说 就我们审计过程中 识别的重大的会计问题 与治理层进行沟通 沟通的时候 文件的副本 书面形式的 我要作为抵高 口头形式的 也应当形成抵高 对吧 他说 如果不容易识别的 我要记录 我是怎么识别的 如果管理层编了会议机要 我要将其作为 口头记录 那么应当将其副本吗 这个副本我要看 是不是反映了 当时的沟通的情况 如果没有反应 我要把我记录的和他记录的 放在一起 然后提示二者有重大的差异 所以不能说有会议机要 就把他的会议机要 获取就直接作为抵高 他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没有 所以这里有一个细节问题 注意 我们的与治理层沟通 单选多选 你妥妥的要抓 妥妥的要抓之外呢 有可能在综合体资料五里面设计 请看 资料五 重大事项里面设计沟通 好 请看 资料五 重大事项 我们综合体五个资料 填四个表 重大事项 请看 综合体 这里还有一个资料三 是准备 要不要沟通的问题 我过程当中要不要沟通 比如说计划的范围和时间要买 计划的范围和时间要买 属于什么呢 总体审计策略 对吧 对 好 那么这三个题目呢 你要看一下 你再温馈一下 这就是14.1与治理层沟通 接着换了一个频道 不是与治理层沟通了 是我首次承接 我作为了后人 后人注册管理师 要与前人沟通 因为前后人沟通 重点是 丁后人 因为你属于 什么呢 右手跟左手 请看假公司 他原来是哪一家事务所呢 XY 他现在把XY这个客户啊 炒鱿鱼了 当然呢 也有可能是XY 把假公司炒鱿鱼了 有可能是假公司 他把他的事务所 给炒鱿鱼了 炒鱿鱿鱼了 这个XY呢 事务所呢 就叫前任了 你呢 就是后人 你属于什么呢 你属于ABC 你ABC叫什么呢 在我们注册管理制行业 叫接下家 炒鱿鱼接下家 不是鱿鱼丝啊 不是吃的鱿鱼干啊 别想多了 对吧 炒鱿鱼接下家 那么这个ABC呢 就是后人 炒鱿鱼接下家的问题 就是这个客户变更了事务所 是中助协一直都在监管的问题 就是说 那我监管谁呀 这个XY 他被炒掉了 你还监管他谁呢 那就接后人 所以我们中助协啊 CICPA啊 他的行业资料管理里面 一直在盯后人 比如说张子岛 张子岛的存货的问题 地球人都知道 他那个鲍鱼不是 那个存货啊 他说近海养殖是活的 要么冻死了 要么跑到北海道去了 对吧 要么什么呢 不见了 那么谁来接 ABC来接 你是什么人 后人 前面是哪一家事务所生的 什么华 ABC也是什么华 两个华华的书 一个什么华所 一个什么华所 听得懂吗 中国国内八家事务所 那么这个属于什么呢 谁把XY给炒掉了 客户 张子岛 炒鱿鱼了 谁接的这个 张子岛啊 ABC ABC 接了 我们把这个 左手 他把事务所给炒掉了 委托你们事务所 那个被炒的叫前任 那委托我们的 叫后任 那么后任就是被 行业监管 中注协肯定要监管 首次承接的 这个不是你犯错 不是你犯错 有风险 有风险本来是一个 双方的事情 但是行业有监管 所以大家不懂 装动 前后任沟通 重点肯定是 监管后任 前任已经 已经不再 跟这个客户发生关系了 你怎么监管他 对吧 他可能 也是有苦难言的 对不对 是的 但是也有可能 类似于 什么什么咖啡 对吧 什么什么咖啡 在美国上市的 那么国际世大的安永 他就不出 2019年的财务报表的 审计报告 那么他把 假公司给 什么咖啡给炒掉了 这个也有 这个叫解除业务约定 这个叫解除 对 所以我们这个专题呢 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干什么 对吧 前后任沟通 好像说的轻描淡写 不显山不露水 好像春风化雨 实际上不是的 其实是什么 是急流 是吗 是浪涛滚滚的 实际上斗争很激烈的 对 后任 我们在承接右前 我们就对后任提要求 对吧 为什么对后任提要求呢 刚才老师跟你讲了 从行业来讲要监管 一个是让我们这个前后任 不要恶意竞争 不要恶意竞争 为什么呢 如果 XY 承接某某公司 承接某某公司 1000万 这个ABC说500万 我跟你干 那就不行 你朝鱿鱼接下家 行业中处鞋 要监管这个事情 包括你的收费 你的收费就不能比上一年的什么 你低很多 还有 你确定的重要性水平 你不能比上一年的 在经营环境没有变的情况下 比如说 XY 他确定财务货货 整体的重要性是1000万 你这个ABC 你第二年 在经营规模没有变化的时候 你确定是2000万 不可以 知道吗 行业要监管的 所以重点监管谁 这个是有骨难言的 你监管他没有用 肯定是监管他 YES 所以后沟通的要求 后任主动与前任沟通 那么在承接业务以后呢 请注意 承接业务以后 勾不勾通 后任自行决定 如果后任 承接了这个业务以后 在审计过程中 发现前任 审计过的报表 有重大冲暴 没有查出来了 那后任 你有责任 告诉被审计单位 对 所以 这个要求 重点在后任 炒鱿鱼 接下家 谁接的下家 ABC 他是后任 对吧 那么只有一个后任吗 No 后任的情形有几种 那前任之一个吗 那也不是 对吧 有几个前任 有几个后任 多八卦呀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么这一节呢 就是很现实的 OK 那么这是本 专题当中 前后任沟通当中 他的逻辑结构 前任后任 这是两个考点 要考单选读选 很讨厌的 这两个考点 接受委的前任要求 接受委的前的沟通 沟通的要求 接受委的前 你要沟通什么 你是要填底稿的 因为炒鱿鱼接下家 我们就是要监管 你后任ABC的 你的底稿 你要记四件事情 你去承接业务 你作为后任 甲公司把XY给炒了 你来接 对吧 你是接下家的 因为他把XYZ给炒鱿鱼了 所以大家注意 炒鱿鱼 邓号接下家 这是中处协一直在监管的 不懂装弱 好 你这个第一个 你要记什么呢 第一个 你作为后任 你守着成绩 你要在成立业务前 你要了解 客户甲公司的情况 所以你要看看 管理层成不成心 你要问前任 第二 前任 有没有发现 毕生理单位甲公司 重大的会计成立问题 对吧 分歧 还有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舞弊 违反法律法规 和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第三 第四 变更的原因 所以有四个 是要在底稿里 明确写内容的 对吧 好 接着委的后呢 我们做咨询决定 那么可不可以查阅底稿呢 在这个时候查阅底稿 一定要得到 毕生理单位的这个授权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法律法规要求 也不是法律法规允许 是涉及到 你作为前任 底稿在你呢 后人来找你查阅底稿 这个底稿 所有权在前任 底稿所有权在前任 但是底稿 涉密信息 你是要保密的 所以必须要得到 毕生理单位授权 前任才能够 提供底稿给后人 这是接着委的后 如果发现 前任的报表 有重大错报呢 作为这个准则的沟通 他要求 毕生理单位 告知前任 为什么他自己不告知呢 因为这不符合 沟通的艺术 同时要保密 他不能直接告知 因为这个底稿里面 发现的问题 也是涉密信息 你得到他的 他去告诉前任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知识体系 大家一定把它体系化 再打开 这有考题 前任包括什么情形 在这里有很多新的概念 我提示大家 大家看题目 他可以在简答题 综合题 资料 比如说资料3 或者资料5设计 他的叫法 你要注意 前任 现任 后任 他有的时候叫现任 前男友 对吧 前女友 他确实有这种表达 因为我是首次成绩 审计本期 前任审计上期 所以有上期和本期 有可能就是本期 比如说2021年的 一家事务所已经审了 出了报告 他又委托我去重新审计 重新审计 对 其他事务所的住的会计师 我们同一个事务所 我们签了5年的报告 要轮换 不作为前后任 比如说二狗子签了甲公司5年的 超过报告的审计报告 那么按照23章 冷却期 他要定期轮换 那个不叫前后任 因为没有换所 换人 换了人 换了人 不叫前后任 所换了叫前后任 所听得懂吗 这个听得懂吗 对 就是这个锁 甲公司原来是XYZ锁 现在的委托ABC锁 对 好 先把这些关键词搞清楚 前任的定义 貌似简单 上期 现任 你看 前任现任 前任是指 已对财务报表 上期进行财务报表的审计 好 但被现任 接替的 其他事务所 住在快捷室 好 比如说二狗子 二狗子呢 他很奇怪 他在上一年呢 比如说是2020年 他在哪一个所呢 XYZ 省进哪一家公司呢 他负责省进一家公司 二狗子 结果呢 他又来到了ABC事务所 刚好 贾公司 把XY炒鱿鱼了 ABC接下家 然后呢 A事务所二狗子 又来到了ABC 同一个二狗子 2020年 省进甲公司 是他负责 2021年 省进甲公司 也是他负责 同一个人 但是事务所不同 不同 事务所 属不属于前后认 属于 因为换了所 对吧 就这个意思 大家注意 这里面有几个字 前认 现认 好 上一期 可能对本期 重复省进也是 对吧 被现任接替的 其他受阻 不是同一个受阻 可能是同一个人 懂了吗 好 这句话 说完了吗 没说完 所以必须展开 展开了以后 有四句话 上期 本期 现任 未完成 变更多加 中标 中标 他投标方式 中标的 还有呢 以审计 重新审计 好 老师有一个图 你在哪里 我们在这里 我们是什么人 首次与 甲公司打交道的 我们是 XYZ 那 我们 审计 甲公司 哪一年 2021 那我的 前任有哪些 理论上讲 ABC 2020年的报表 他已经审计了 出了报告的 ABC所 P P P所 以前约 未出报告 中间留了 审计的 2021呢 是 S 出了报告 是 我们重新审计 对于我 XYZ来讲 我的前任 有哪些呢 这就是 你通过这个图 你就可以 做选择题了 ABC 审计了上年 本年审了 没出报告的 本年审了 出了报告的 所以老师 给大家画这个图 这个图在 青春国关系 有 这个图真的要看 真的要看 好 但是前后任 不涉及什么 非审计 审计 不涉及 好 题目来了 这个题目 回头你下去 一定要看 但是我提醒你 本期 你看啊 我审计 我现在 VR VR XYZ 对吧 本期是 2021年 但是已经 对2021年 已经出了 报告的 上一期 审计的不算 本期 未完成的 上一期 出了报告的 就是我们 这个图 你把每一句话 背下来 不可能 那么情形 就是这样 所以老师 把可能的情形 给你画成了图 你一定要有 这个思路 掉一个 就得不了分了 我们在这里 我们是什么 首次承接的是后任 那我的前任 有哪些 对吧 一定要重视 这个丢分 丢得很普遍 后任是谁呢 后任 他有定义 正在接受委托 或已经接受委托 接替前任的 审计的是本期的 这句话 没有人不认识 但是会做题吗 估计不会 好 包括的情形 有三种 那么如果 我们画一个图 We are C We are here 好 我们是前任 反正我的业务 我的客户 被人搞走了 我ABC 审计假公司 2020年的财报 ABC 他的客户 就是假公司 对不对 没问题 好 那对我们 ABC来讲 我的后任 有哪些呢 比如说 艾尔事务所 正在接受委托 这就是我的后任 因为他在 正在接受委托的时候 要来找我 审计接受委托前 他要询问我 因为我 ABC是前任 妥妥的 懂了吗 好 还有呢 可能这个假公司 采用招投标方式 来拼请宿主 有OPQR 这四家来投标 结果P所中标了 那么作为ABC事务所来讲 我是前任 没问题了 那么后任呢 这个P中标的就是 那个OQR 我不理他 我没有必要 我没有义务 给他沟通 好 假定P所中标了 他也没审完 走了 结果S所又来承接 出了报告 S所 他在承接的时候 也会来找我钱的 好 S所省计了吧 这个假公司 他又委托T ST的T所 重新审计 8021年的 他也出了报告 那么 这些鬼 都是我的后任 好 后任有哪些呢 老师给大家 归纳总结 LPST 包括重新审计的T所 包括L所 还没签约就跑了的 包括 中标了 没搞完就跑了的 包括 审了 出了报告的 然后呢 包括 S所出了以后 T所U出报告的 好 情形就在这个图当中 大家妥妥地抓住 好 刚才讲了 如果你采用的是 投标方式来承接业务 那么 刚才讲了 这几家事务所 OPQR 他来投标了 那么OQR 不是我的后任 只有P式的 对 这就是老师讲了 只有中标的 这个事务所 我才有义务 就给他回答问题 对 好 关于后任 请注意 请注意 这个题目 一定要看 什么叫前任 什么叫后任 每个题目 无论你此时看到的 还是在轻松过关三 轻松过关四 或者是洗底盘看到的 你一定要做一下 对 好 其实我们前后任沟通的难点 已经讲完了 下面的问题 简单的钥匙 简单的钥匙 我们不能丢分 我跟大家讲了 前后任沟通的责任 在哪里 后任 为什么呀 因为甲公司 把这个XYZ给炒掉了 是你来承接的 这叫炒鱿鱼接下加 谁接的下加 谁接的 这个就是 我们重点要来规范的 好 发起方是谁 肯定是后任 在你询问 前任的时候 要真的被神的单位统议 对 可以是口头 可以是书面 注意 不一定是书面 可以是口头 那么你 你沟通的内容 谁要继承低高 废话 肯定是后任 对不对 前任被你沟通了 前任跟这个假公司 已经没有关系了 好 前后任 还要注意 要保密 即便你 即便你准备承接 最终没有承接 你没有出报告 你也要保密 因为你跟这个假公司 是有接受委托的过程 你也要保密 对 好 接受委托前 提问 目的是什么 后任 我们前后任沟通的主体 则正在后任 对吧 是否接受委托 我沟通的目的 是不是接不接 我要做必要的程序 沟通的内容 一定要被 一定要被 可以靠单选 多选 简答 再综合 资料 四也可以 一个诚信 一个意见分歧 一个舞弊 违反法律法规 值得关注 内部公司缺陷 你抓关键子 怕你记不住 这四个是绝对要背的 是绝对要背的 好 如果我作为 首次接受委托 我作为后任 主动找前任 前任 询问答复 如果被审理单位 限制呢 或者法律法规 他对法律法规 又顾虑不向我 我们就是后任 不向我们答复 或者有限制的 要说明原因 如果他就不答复 是不是意味着 我不接呢 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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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得 知道吗 所以 得不到答复 后任可以自函 前任 说明 再得不到答复 但是不存在 专业的问题 所以 他 要说明 使其拒绝 结束的说明 准备 接受委托 我不存在 所以我还是可以 接受委托的 好 2021年 关于这个 是否接受委托的决策 对吧 好 什么原因 影响你 接不接受委托 在接受委托前 他不愿意支付 合理的审计费用 这个ABCD 都是的 就围绕这个内容 大家注意一下 解析 我就不写了 好 接受委托后的沟通 四个字 自行决定 是审计准则 并不要求你 必须沟通 言外之一 在接受委托前 是必须沟通的 好 那么沟通呢 可以采用询问 举行会谈 问卷 也可以查阅底稿 但是如果要查阅底稿 问题就来了 底稿涉及到 被审计单位的 涉密信息 一定要真得 被审计单位同意 只要前后任 之间的沟通 无论 接受委托前 还是接受委托后 都要得到 被审计单位同意 对 好 那么大家注意呢 前任呢 自主决定 允许后任 查阅部分底稿 如果 他自主决定 你不能强制他 要向后任 得到一份确认函 来降低 也还要向 这个客户 假公司 得到一个确认函 所以前任 向后任提供底稿 他有两个确认函 要得到 对 得到两个确认函 对 然后呢 就误解的问题 底稿 在底稿 使用的问题 形成一个 一个限制 或者是约定 对 好 那么关于这个 前后任沟通啊 单选 多选 简达 综合 均设计 均设计 好 这些题目 大家再过一遍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承接了 我在审计 这个假公司 这个客户 比如说 2021年的财务报表 无论是重新审计 还是 前面有人出了报告 我重新审 这叫重新审计 还 还是我首次 承接去审计 设计一个问题 我可能发现 上一集的报表 或者刚审计过的 这个报表 前任出了一个报告 无保留 但是我去审计 发现了重新审计 我可能要出一个 非无保留 这就有发现前任 这个前任 可能是审了 比如说 2020年的财务报表 出去审计报告的 那个事务所 可能是审了2021年 这个财务报表 出去的审计报告 的那个事务所 我们继续 可能审计的是 2021年 这前面两个 都属于我的前任 对吧 但是他审完了的报表 比如说上一期的报表 他审了 有重大错报 还有可能 这个2021年的报表 S所审了 我是T所 我发现S所 审计的2021年的 这个财务报表 形成的结论 有错报 都有可能 那么怎么办 提请 非审计单位告知前任 注意啊 前任不见得 是审计2020年的 也可能审计的是 这个2020叫上一期 可能审计的本期的 我呢 我们呢 是重新审计本期的 对 好 安排三番会谈 如果他不安排 或者是拒绝 那么我应该考虑 情况不妙 所以我要考虑影响 退出 征询 法律 采取进一步的程序 对 好 前后任沟通 蓝点在单选多选 简答题有可能涉及 好 请大家看 简答题来了 只要谈前后任的问题 或者一个简答题出来 你在考场上 你不知道这个题 是哪一张的吗 但是有两个字会出现吗 对吧 只要看到首次 那就有三个问题要告诉你 第一 前后任沟通 注意 首次就一定有前后任沟通 那么在接下来这个题目里呢 可能有一个1月1号的 期出余额 你准备怎么做程序 对吧 你准备怎么做程序 还有 还有 可能会涉及到 这个 期出余额当中的存货 它太特殊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流动性很大 然后我们肯定是没有 接盘它的存货 期出的 我怎么去特别考虑 所以首次成绩 首次成绩两个字 同时呢 还有首次成绩 我事务所委派 二口子负责这个项目 它就要制定 总理审计策和具体计划 在总理审计策的时候 我们那个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就应该是财务报表整体的 重要性的50% 言外之意 不能是75% 这些考点都和两个字有关 和两个字有关 就是首次有关 接下来的题目 你不知道它会怎么出 但是外面不理其中 就是这些问题 是的 好 来看第一个 我们是ABC ABC首次成绩甲公司 那么2018年的财报 2017年是谁省的呢 DEF 那么XY呢 对2018年省了 没省完 或者是省完了 出了报告 我重新省 那么这两个 我刚才讲了 一个是 我的前任 一个是省了上级的 一个是省本期的 或者本期没省完 或者本期省完了的 都是我的前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前后任呢 他说 这个18年的就不是错 18年的也是 叫本期 17年的叫上级 省完了的也是 没省完了也是 对吧 老师有图给你的 好 第二 他说 ABC首次成绩 他委派二口子去 这个项目 签了省业务约定书 好 注意 一定是资钱 接受委托钱 我要沟通四个事 这四个事情倒是对的 这四个事情都写出来了 内容OK 时间不对 应该是接受委托钱 我要沟通这些事情 决定我是否接受委托 对 好 那么 第五个小事项 他说 在真得假公司同意 好 真的被人的单位同意下 并向前任承诺 不对任何人做出 什么什么 注册管理师查阅了他的提告 获取了这个 七出余额的证据 好 这个没问题 但是他在他的审计报告中 提及部分依赖了 不可以 不应提及你依赖了 对吧 你自己做程序 形成结论 你承担全部责任 不应提及 你要对你自身的 审计程序得出的结论负责 对 好 比如说 大家看 接着看 在2019年 两套试卷 都出了这个 七出余额 前后任沟通的问题 首次 首次 看到没有 只要是首次 那我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那个杯子 如果说装满是1000万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就是1000万乘以50% 这个点是妥妥的 不能是75% 然后呢 首次承接的时候 就是 前后任沟通 然后呢 11章第5节 七出存货我怎么省 对吧 七出存货我怎么省机 对 然后我对七出余额怎么做程序 就是1月1号的 好 接下来看 ABC 然后呢 这个DF 这个二狗子原来呢 在DF 上一期的 他现在呢 他跑到了我们事务所 我们事务所 由委派二狗子 去省机甲公司 2018 对吧 2018 那么这个二狗子 在两家事务所 两家事务所 省机甲公司 换了所 人没换 要不要沟通 要 要不要沟通 应当 我们不是换人 还是换书 对不对 应当沟通 是事务所 发生了变更 就是这个假公司 把事务所给炒掉了 炒鱿鱼了 接下家了 下一家 二狗子又到 这下一家来了 我们这下一家 又把二狗子 派过去了 对 这个很 很奇怪 是不是 对 好的 那么 第14个专题的考点 非常突出 重难点 老师给大家做了 非常明确的 一个强调 大家一定要下载 讲运 明确这个考点 该背的 该训练题目的 不能含糊 好的 专题 十四 神的沟通 就到这里 大家辛苦了 我们继续加油 谢谢各位